我們家老二有寫了一封信 八八姐要唸給爸爸聽的 所以他就是代表 唸給大家聽 爸爸上來 小時候爸爸一直 是我心目中 的超人 比誰都聰明 誰都厲害 而像黑金剛一樣 那麼 那麼 一樣 都打不死 我想 所以 有的小孩都曾經 這樣想過 或許是因為 長大了 我慢慢看見 超人的弱點 他會跌倒 他會受傷 他會失敗 或 他和一般的普通人 沒有什麼兩樣 也許 或許爸爸當壞 當慣了超人 習慣獨自行動 所以 在失敗的時候 他 都忽略了他 身邊的家人 我們一直都在 而且 是永遠的 所以 相信我們吧 不管 不管現在你是金剛 還是普通的人 我們都永遠的愛你 太好 太好 爸爸解開了 我愛你 我快要哭了 我快要哭了 對啊 對啊 昨天我們在 黃光山有慶祝母親節的 慶佛法會 然後我們有一場 孩子跟母親 敬茶 然後呢 真的跟我女兒哭成一團 真的很感動 那種氣氛 你不由的就會想 真的很感動 孩子長大了 然後他也懂事了 真的我們的 之前的辛苦 付出都有回報 因為他真的很懂事 所以我就很安慰 那 對 彥芳他也是有 他有參加 他的兒子女兒 也是給他獻查 我覺得 彥芳你也來講一下 你的 當時的講解 他兒子真的很 對對對 對他很 真的是很 抱著他 真的 看那個場面真的很感人 那先請我們高先生 先說一下他的感想好了 女兒給他最溫馨 他有什麼感覺 很緊張耶 很緊張耶 不好意思 我那小女兒中文不好 念得比較哩哩啦 師父 各位師兄師姐 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其實喔 這三個女兒 我有三個女兒 這三個女兒就是 就是用錢堆起來的 哪一個不是堆起來的 那個堆法又不一樣 尤其是我們老大跟老二 我不曉得 我只知道 每一個月 我太太都會跟我講 講說 那個女兒要繳鋼琴費 那個鋼琴費 一小時 兩千六百塊 喔 反正我都不曉得 他就跟我講 這次要多少錢 我就給多少錢 給到有一天 我女兒她說她不學鋼琴 老二 她說她不學鋼琴 我說為什麼 你不學鋼琴 她跟老師講 講說她不學 她說因為你的學費太快 太貴了 我們家裡現在付不起這個錢 所以她不想學 那個老師也不錯 那個老師就想說 我免費幫你上課 因為她認為她坦乾坦坦的還不錯 所以想說 放棄了就很可惜 所以就請 請那個小孩子 老二 還是要再上課 但是不收她的學費 這個我回來的時候 我也很感動 我也自己在想 想說 為什麼有些東西 既然我們能夠給他們的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再去 跟以前一樣 就是再給他們 所以後來我才會想到說 乾脆我到大陸去 到大陸去的時候 就是想說 第一個 再開過一片的天屁 然後第二個 當然就是 因為 也是我太太 她大哥的工廠 在大陸在陣陣 那所以現在就在那邊 就 就在那邊工作了 那因為那邊需要的 我是覺得就是說 在中國呢 跟這裡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 中國可以溝通 因為都講中文嘛 可以溝通 但是溝通起來都要花半天的時間 在這邊 溝通不了 但是兩分鐘就解決了 所以 去到大陸 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做溝通這件事情 那溝通呢 就等於我今天 我看了我女兒給我的這一 這一封信 這個 我老三出來唸 他唸的是一回事 我看了又是另外一回事 對 因為 他看了 他唸的是 我想他也大概只了解裡面三層的意思 然後 我所聽到的 我一直聽到三層而已 因為其中有很多我都沒有 後來我剛剛是還想看一下 但是還沒有時間看 但是我大概看了幾個字 我大概知道 因為 我女兒的老大 他也很清楚 當時我來泰國 然後一直到五年 大概五年前吧 五六年前的時候 然後整個 有很大的變化 那在這個變化當中 其實家裡就是 我太太給我很大的鼓勵 那她也是給我機會 就是讓我再 再出去 再去處理 所以我曾經 這段時間裡面 我曾經最胖的時候 是108公斤 108 然後我最瘦的時候 只有83公斤 那整個的壓力跟 跟所有的東西都壓在自己身上 但是 我太太她也沒有怨言 她也是跟我講 講說 反正 因為我本來是跟她講 講說 我們兩個離婚 所有的負債我來背 你就回台灣去 帶著小孩子回台灣去 但是我太太她也是跟我講一句話 她講說 反正你這一輩子不還 你下一輩子也得還 所以原則上面 她也是講說 啊 這個 不管怎麼樣 都已經走到這裡來了 你已經做了20年了 你也該休息了 然後在我人的機會裡面 我又到大陸去了 那到大陸去這段時間呢 我也得到很多 因為在那邊 自己一個人 呃 想的也比較多啦 那所以 做的事情 也比較多一點 然後 事情做起來也比較順利一點 但是我還是非常感謝 我們家裡有四個女人 呃 在支持我 所以我還是 我想我應該還是黑金剛啦 應該不會倒下 謝謝大家 謝謝